大家好 4月29日星期一 今天非常有趣 两位司长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在不同的场合 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不约而同 向外发放同一个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巧合还是策略 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说一说 两位司长陈若而同向外 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今时今日 大家是可以批评政府的 多尖锐的批评都可以 他们陈若而同走出来 都会说类似的信息 为什么呢 先说林定国说了什么 林定国今天在明报登了一篇 署名文章 标题是变与不变 内容呢 他就提到 说23条立了法之后 新法例是绝对无意 而且实际上都不会 对新闻自由 施加任何额外不合理的限制 包括对政府作出批评的自由 无论这些批评有多尖锐 有多严厉 带领社会 识变应变求变 政府固然期望 和需要新闻界协助 传递准确公平正面的信息 但是更加要透过媒体 充分了解市民所思 所想 所需 所求 新闻界只要贯彻一直以来 业界坚持的求真 公平 客观 不偏不倚 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 根本无需特别顾虑会违反法律 包括新条例当中针对国安风险的规定 这就是林定国律政司司长在明报今天登的文章 另外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今天去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的会议 这次是这个工作小组第一次开会 开完会之后 陈国基就见记者 记者就问他 市民在爱国主义教育的框架下 是否不可以批评国家发展呢 陈国基就答 没有这样的做法 陈国基说 任何善意的批评 我们都非常重视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希望政府好 希望社会好 提出有效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是无任欢迎的 这些不单止不是不爱国 还非常爱国 因为可以令到国家有所改进 不过目的不一样就不同了 如果你说出来那些东西的目的 是想推翻政府 想搞其他颠覆行动 这个当然不属于这个范围 完全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个就是陈国基的说法 两个人 两个司长 那个对象表面上有点不同 就与林定国面向新闻界 讲新闻自由 而陈国基就好像说公众 但大家不弱而同 有个信息就是 社会是可以去批评这个政府的 多尖锐都可以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似乎这件事 已经成为特区政府今天的 也都是特区政府这一刻 最想向公众推销的一个 一个观念 一个可不可以叫做政策 起码是一个看法 就是很想公众 是会去 有这个概念 就是政府 我们今天在香港是可以 批评政府的 那为什么这么强调呢 我觉得这件事 就已经是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想 政府作为 拉图剔 作为 一个 这么强调的 当然 他的背后就觉得 如果大家 相信这件事 就会对整个政府施政是好的 这个背后一定是可以这样解读的 但问题是 有时如果你打开 新闻版面 看到一些新闻 又难免会觉得 即是 和两个司长 他们今天努力向外推销的信息 似乎有些矛盾 例如 例如什么呢 例如今年年初 立法会 去开这个答问大会的时候 当时 议员谢伟俊 就问了个问题 相对 你可以说是批判性一点 不过都是说话 那 当时 就马上 就换来特首李家超 一个强烈的质疑 而且上升到 跟当年黑暴的层次 即是 那个情况 令他联想到 即黑暴的情况 那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回应 那 其实当时是一月份的事 一月份的时候开这个答问大会 那当日的会议呢 主要就是谈 主要说去谈这个推动性市经济 那 那 謝伟俊呢 就发声 就说 有人都质疑 是不是小红书治港 因为呢 质疑香港的施政作风 香港政府的施政作风 被人觉得有 亲小红书帐户 软香港人的感觉 那 謝伟俊又提到 现在好像政府 法家治港 严刑进法 而这些气氛 就令市民感到 绷紧和无忍 难以投入盛事 但是 謝伟俊这些言论 这些批评 那 就换来 李家超非常强硬的回应 那当时呢 李家超以强硬的语气去回应 就说 反对挑拨地方矛盾 认为呢 这种想法呢 迂腐和危险 李家超又形容 謝伟俊发言的用字 令他想起2019年 黑暴时候的 软对抗和反动力量 那 那 这些呢 就是 就是 当时这个讨论呢 新闻呢 都是很大蝙蝠的报道 因为在 爱国者组成的 议会里面呢 都很少 就是 绝无仅有 出现这种特首 这么火爆的情况 去批评议员 那 所以呢 都引起大家 很大的关注 但是 大家看回就是 如果 今天 陈国基 和林定国 两位司长 说政府是可以批评的 他对比一月份的时候 特首如何回应 謝伟俊的批评 那大家又难免觉得 两个讯息 是不是 有些矛盾呢 似乎 李家超当时就不是很欢迎 謝伟俊 那些相对尖锐的批评 那 怎么解释呢 你说 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 时间点是有不同的 一月的时候 和现在四月二十九日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一月呢 还未有二十三条立法 还未立法 那今天已经通过了二十三条 那是不是这个分别呢 但是 即使通过了二十三条之后 其实 过几星期前 星岛日报 亲建制的星岛日报 就有一篇政治专栏 那当中就提到 立法会明年就换届了 那篇文道就说 应该有三分一 就会 离开的了 就是因为有些 可能的自然流失 自然替换 自己正当都换人 不过那篇文 也都特别提到 有三个 是被点名受关注的议员 当中就包括了 謝伟俊 就说他在立法会的延迟 都比较 就是具批判性的 那其实你看篇文的时候 就似乎 是对于謝伟俊下届 还有没有留得在议会 就表示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这些 有关于謝伟俊这篇的报道 有关于他因为 他当时一些在答问大会的问题 相对尖锐了 而之后陆陆续续这些族文 和今天两位司长发放的讯息 大家拍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另外一宗新闻 近日我觉得都值得留意 就是关于记者协会 原本就说在刚刚过了的星期日 就举行一个 撒那的乌托邦筹款音乐会 去筹务经费的 那怎么知道呢 就在举行之前 突然间 记协就在Facebook宣布 为音乐会在最后筹备阶段 基于不可抗力因素取消 就不可以实体进行了 又改为5月8日 在网上形式演出 那这些不可抗力因素是什么呢 必须强调 记者协会那个说法 就没有说政府 没有提政府 不过如果整个基于 所谓的不可抗力因素 跟政府是完全无关 其实政府是不是应该 都帮忙去了解一下 究竟那个不可抗力因素是什么呢 因为林定国今天在文章上 都很强调新闻自由 香港的新闻自由 是很有的 而新闻自由对香港的重要性 也是在文章上有强调的 我觉得在政府 现在很努力向外推销 市民、公众、新闻界 仍然可以批评政府 这个讯息的时候 发生一些 为什么记者协会 会因为一个不可抗力因素 而连音乐会都取消了 这些讯息 你骂耳拍起来的时候 对市民来说 难免会觉得有些矛盾 所以如果政府 这么想努力推销 他的讯息的时候 似乎你要多做功夫 尤其是针对一些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矛盾的信息 更加要做功夫 那 那 国家主席习近平 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的时候 说了一番说话 是很对的 他就批评政府 批评美国那边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我觉得是任何的政府 任何的从政者 都应该要守住这件事情 如果那些政府 从政者 个个都可以守住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那这个就是人民之福 我觉得 那今天和大家在这里的交流分享 聊到这里了 拜拜